在心里 画一条清清楚楚的线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张 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真言第六章 这一张 智着一位父亲的角色 苦口婆心地告诫孩子们 人生中有几个错误 是一旦发生 就会受重伤的 千万要铭记在心 这些错误 有财务方面的 态度方面的 最后还提到了 情欲方面的问题 虽然重点好像很分散 不过这些问题 其实都指向同一关键 一旦掌握好 就不用太烦恼哦 让我们一起来读真言第六章 真言第六章 我儿 你若为朋友做饱 替外人挤掌 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 被嘴里的言语捉住 我儿 你既落在朋友手中 就当这样行 才可救自己 你要自卑 去恳求你的朋友 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 不要容你的眼皮打顿 要救自己 如鹿脱离猎户的手 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 懒惰人啊 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 就可得智慧 蚂蚁没有元帅 没有官长 没有君王 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 在收割时 聚练粮食 懒惰人啊 你要睡到几时呢 你何时睡醒呢 在睡片时 打顿片时 抱着手 躺握片时 你的贫穷 就必如强盗素来 你的缺乏 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无赖的恶徒 行动就用乖僻的口 用眼传神 用脚示意 用指点化 心中乖僻 常设恶谋 不散纷争 所以 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 他必请客败坏 无法可治 耶和华所恨恶的 有六样 连他心所憎恶的 共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 撒谎的蛇 留无辜人血的手 图谋恶迹的心 非跑行恶的脚 图谎言的假见证 并弟兄中 不散纷争的人 我儿 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要尝细在你心上 挂在你向上 你行走 他必引导你 你躺卧 他必保守你 你睡醒 他必与你谈论 因为借命是灯 法则是光 训悔的责备 是生命的道 能保你远离恶父 远离外女 谄媚的舌头 你心中 不要恋慕 他的美色 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 因为 妓女能使人 只剩一块饼 淫妇猎取人 宝贵的生命 人若怀里揣火 衣服岂能不烧呢 人若在火炭上走 脚岂能不烫呢 亲近灵舍之期的 也是如此 凡哀尽他的 不免受罚 贼因饥饿偷窃冲击 人不藐视他 若被找着 他必赔还七倍 必将家中所有的 尽都偿还 与妇人行淫的 便是无知 行这事的 必丧掉生命 他必受伤损 必被凌辱 他的羞耻 不得涂抹 因为人的极恨 成了烈怒 报仇的时候 绝不留情 什么暑假 他都不顾 你虽送许多礼物 他也不肯甘休 智者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 亲近的好友和家人 仍然必须保有 清楚的财务界限 尤其是 不要做担保人 另外 我们也要 竭力保守自己 不要在情欲上跌倒 这其实就和平常的 交友界限 有很深的关系 亲爱的朋友 当朋友需要的协助 已经明显超过 圣经所划定的界限时 鼓励你 请勇敢 明白地拒绝 这不是无情 也不是无意 相信这是神的保护 也是最有智慧的带领 我们亲爱的哥 亲爱的绝苏 求你保守我的心 在各样的关系中 做一个有界限 也有智慧的人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有智慧也有爱 经营每一段 人际关系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感谢观看